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探訪彭德 阿麥 這期就來到金灣航行新城的龍江九月灣 我們先進來看看 和大家討論龍江九月灣大致的區位情況 你見到以西江為界線 右手邊就是珠海東部 香州和橫河 以西江為界左手邊就是西部 龍江九月灣就是金灣主要的核心 發展區位中間中心位就是河通新城 畫了黃色的圈就是河通新城 我們先說回交通的情況 如果現在從香港那邊過來的話 是需要經港珠澳大橋 等著的話要轉回來這邊的珠海大道 再走珠海大橋 然後來到立岡位再轉左下來 需要的時間的話是大約35分鐘的車程 甚至更多 因為現在會塞車 但是現在這條紅鶴大橋 看到今年年底將會通車 通車之後 它是作為一個 港珠澳大橋的西延線一部分 通車之後的話 香港的朋友 如果在口岸這邊的話 可以直接行這個 港珠澳大橋 然後轉加南山隧道 然後再行這個紅鶴大橋 下來的話就是二十分鐘的時間 不用的了 這條整條都是快線全庭無號 所以它才可以縮短到十分鐘以內的時間 也就是說 以後龍江九月灣這邊的話 回香港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加上港珠澳大橋的時間 一個小時的時間 還有這邊有一條金海大橋 金海大橋現在也是動工的 這條橋沒有那麼快 因為它是公鐵兩用的大橋 主要的作用的話 是將橫琴或者澳門的部分居民 可以引伸過來這邊消費 又或者可以引伸一些 在橫琴這邊上班的人群 過來這邊居住的 這條橋公鐵兩用 通車之後都會通到輕軌的 所以你看到港珠城軌延長線 現在是起到橫琴的長龍站 這段的話 後面這條延長線還在建 起到通車之後 亦都可以在裏面 橫琴口岸 又或者拱北這邊都可以坐輕軌 經這邊的延長線之一 來到這條金灣站 所以你看到的話 我們金灣這邊 是會有一個金灣的輕軌站 輕軌站這邊都接駁地鐵一號線 這個規劃了 將來珠海會有一個地鐵一號線 然後這裏會有一個地鐵站 來我們的龍江九月灣 大約是十分鐘的車程 十分鐘不到的車程 來說的話 如果你直接開車或打到的士 過去這個金灣站 其實也是很近的 一定要直線距離 也是十分鐘以內的車程 然後我們說回這個樓盤 所在的位置周邊的情況 是 那這邊的話 商業部分的話 除了這邊會有輕商業 然後我們這個樓盤 都會自帶一個商業街 然後大型的商業會集中在這一邊 是 金灣的六大中心 就會集中在這一邊 包括 你會看到有萬同酒店 以及各大商務中心 等等這些 然後還有一個值得提的 就是金灣的華華雙都 華華雙都在珠海 已經在南平 即是舊區那邊已經有了 那個是金人之大型的商場 如果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的資料的話 可以加我們WhatsApp 或者問我們 拿回一些詳細的資料 加上華雙都 我們都會在一兩年落成 落成之後 會有一個超大型的商場 會供應到這一別的 航空新城 甚至乎整個西部中心城的 這個居民去使用 然後我們回到教育方面 教育方面的話 整個樓盤的周邊 是被學府包圍住的 從幼兒園 到大學 資源非常之丰厚的 可以看回對面 對面這邊的話 以金耳路對面 亦都規劃了 小學和中學 亦都現在現有的 亦有航空新城的小學 和航空新城的幼稚園 這兩間學校已經現有 但是還有兩間學校 是規劃了 將未來兩三年都會落成的 然後如果高中和大學 會在上面這邊 珠海實驗中學 科科級示範性的高中部 還有成績院 和科幹 和藝術職業學院 在這裏 都會在這裏 下面還有吉林大學 這邊學校資源非常之豐富 然後生態方面資源也很豐富 我們看回上面這邊的話 會有一個金生公園 這裡 金生公園 這邊的話 龍崗九龍虎 是金灣裡面的第一個項目 龍崗九尾灣是第二個項目 這邊的話已經賣完了 當時開盤非常之豐富 沙盤 我們看看沙盤這邊的情況 這邊的話 整個小區總共是高層加幅式 一共28棟的 你見到這些ID的話 就是這些福式的單位 那是無批的 無批高樓的 那均價的話 現在就是三萬元一平方的 是的 然後呢 在北後面有三座已經賣完了 十三座 十四座 十五座已經賣完了 是去年的早期一個銷售的 小高層的物業來的 已經賣完了 現在主要賣的話 就是一二三棟的 左手邊一二三棟 那這些高層的物業的話 是兩梯五火的 那都可以看回 就是以這個一洞為賴 是的 那樓下呢 這裡就是正門 是的 那這個正門一出來的話 往左手邊走 是的 就是這個海景單位 海景了 是的 那這就是金灣的情侶路 是非常之大的一個光景來的 那其實這條光是一個通大海的 那我先看看這邊的情況 是的 那二一二三度都是一樣的 那我就以一棟來講 那一棟來講 那一棟來講 我看到前面這兩座畫呢 就是89平方的 那還有再加上這一戶 都是89平方的 這一戶 89平方的 是的 那它總共兩梯 兩梯五個 那這裡有三個都是89平方的 那後面呢 有兩個呢 是107平方的 那包括這一棟 這一戶 是的 107平方 南北對流的 南北對流的單位來的 那然後 後面都有陽台 前面都有陽台 那然後還有這一戶呢 都是107平方的戶型的 只不過這個戶型的話呢 就做不到南北對流 它是以一個 純東向的一個 四房單位來的 是的 總共兩梯五個 那可以看看這邊呢 就是一個內圓景的設計 那你看到這些白色的呢 是將來都會起新的 一個高層物業 現在呢還未起的 還未賣 是的 將來起新的整個小區的話呢 總共28層 28棟 是的 28棟 那這邊是小區越南的一個設計 佈局 可以看回 那然後呢 小區的隔離對面 就是剛才我們在區位上 可以看到的 對面呢 這個金二路 對面就是會有個小學 和中學 那這裡會有個中學 這邊有小學 然後呢 對啦 小學 然後呢 斜對面 這邊呢 就會有個市場 對啦 農貿市場 那然後呢 值得跟大家說回來的呢 就是這個 龍江九宇灣的隔離呢 會有一個市政的配套中心 也叫做倫理中心 那現在很多些 啊 樓盤的附近 隔離呢 都會有這些類似的 那會有些什麼呢 就是一個街山公園 小型的公園仔 對啦 那然後呢 會有一個醫療中心 社區醫療中心 對啦 還有一個文化中心 文化娛樂這些 會有一些 邊崩球室啊 這些娛樂設施 在裡面的室內的 要毛球場啊 等等這些 那還有呢 這裡有醫療服務啦 那還有這邊 還有一個公交車站的 也是巴士總站 換成中心 那將來的話呢 在這裡呢 會有巴士可以轉線 直接過去那個 人工島考案的 可以回香港 對啦 無縫接駁到考案那邊的 所以說呢 非常之方便 以後的話呢 基本上你在考案 搭巴士一元 就可以來到這裡了 回家了 OK 對啦 那三本這邊的話呢 跟大家講到這裡了 那我們再 看這一邊 周邊的一個配套 具體的情況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的周邊的一個配套的情況 那龍港九月灣呢 就是這裡的 對啦 那旁邊的話呢 會有一個一托的鄰里中心 那包括會有些什麼呢 就是一些街心公園啊 小型的公園啊 還有這邊有那個 那個龍爆市場啊 還有這個巴士的一個轉乘站啊 有一個巴士總站啊 有一個巴士總站啊 都會在這裡的 那將來的巴士總站呢 可以直接回到那個 廣州大條的考案的 那另外的話 你都會有一些健康的 有限的設施在裡面的 那包括有些社區醫療啊 這些小型的社區醫療 都會在這裡啦 那如果你需要看大病的話呢 就可以走回這一邊 今晚路呢 過去對面有一間 是廣東市民議員的 新格醫院的 那然後對出對面的話呢 這個龍港對面的話 是規劃到一個中學的 還有這些小學 廣東市城這個小學 已經開始使用了 有遠遠這些 那這些都是一級的一個 國家 這個珠海市一級的小學來的 那然後這邊就是 就是六大的產業中心 那你看到 還有整個金灣的一個行政服務中心呢 都會在這一邊的 那金灣博稅啊 稅局啊 還有民政局啊 醫保局啊 這些全部都會在這一邊的 那然後這邊呢 就有進駐了 有個喜來金五色酒店 和萬豪酒店 這些已經是六十組在這一邊的了 那這邊就是一個 一個十萬平方的一個 金申公園 然後總間就是一個 市民藝術中心 是一個休閒的一個 一個休閒中心的 景觀非常之靚的 那裏面這邊呢 就有一個金灣和馬馬雙都 那馬馬雙都的話呢 現在已經是正在建的 那也都是將會 在未來這一兩年的話 都會落成 那落成之後 將會是一個 整個金灣入面 最大型的一個商業總合體 啊 宿片窩啊 餐飲入面的話呢 都佔了有三成以上的 那裏面還有二色酒店 那裏面有金申公園 等等等等這些 那可以看的話呢 這個區塊來講的話呢 就是顯示到 這個龍崩九月灣的一個周邊的 一個背套設施 以食住行等等 而是遍及到位的了 很合得來的 所以這個配套方面的話呢 是不需要太擔心 這方面的 那接著交通的話呢 其實都會很方便 那除了這邊的話呢 會有一個巴士的一個總站 都可以轉乘等等 旁邊的一條街 走過來的話應該是兩分鐘 又或者你可以走出去 對面這邊都有巴士站 這些巴士站 這個是總站 然後如果你香港駕車的話 你也可以走出來這邊的話 走前面這個航學大橋 現在已經在建了 將會去今年年底通車 航學大橋 航學大橋來我們樓本的話 距離只要是兩分鐘一個車程 對出馬路斜對面就是了 非常之快 我們現在來到實地這邊去看看 你要看看 這裡是將來龍江的一個正門口 你現在看看 到時樓樓也是這種風格 中式圓樓 你看到這個大門的氣派 很少有這樣的設計的小區大門 然後進來的話會有一條小橋 兩邊的話就會有一個噴水池 非常舒服 好 我們也要看看 有部分的圓林的風格在這邊 一個粗形在這裡 當然這些畫 前面我們就看到了 因為前面還是工地 我們可以看到到時 部分的圓林的風格就是這樣 包括有些架石啊 這些 OK 那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這邊的不是現樓 不是現樓上面的示範單位 那這個呢 是一個南北對樓的107平方 現樓上面的話 是做到純南向106平方的示範單位 我們現在看這邊的格局是不一樣的 我們再看看 我們再看看 這個107南北對樓 一進門呢 左手邊就是一個書房來的 對了 書房間都很大 還有一間房間沒有問題 然後呢 右手邊呢 這個是舊樓標準 都是以一種風格的一個鞋櫃 這是全身鏡 那進來看看這邊的客廳的情況 就是一個南北對樓的客廳來的 那這個客廳 這邊是飯廳 那客廳那邊都有一個露台 那這個露台這邊看看 那我呢 因為現在出 因為這個呢 不是在現樓上面的示範單位 是臨時做的 那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做出來的 那所以說呢 這裏呢 都是這個露台 那外面到時候 將來的景觀的話呢 就是一個外景 是的 然後看看那邊 那邊的話呢 就是飯廳 我們看看是廚房 廚房這邊呢 是這樣的 廚房的話呢 是一個自形廚房 然後呢 這裏都是兜扭標準 你見到的 是的 拿下屋那些就沒有的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有個雪櫃的 雪櫃位在這邊 那這邊 第一題的話呢 就是這個廚房 和日地的廚房 不知道是有問題的 它的鏡子 就是它的窗戶呢 是這個全身窗 全面窗來的 非常之大 彩光性 是很劇的 那這邊有一個露台仔 是的 喇叭對樓 所以會有兩個露台 如果當你兩個推拉門開了的話呢 就是一個對樓風設計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還有一個兒童房的 你看看 兒童的空間都足夠的 那其實外面那邊呢 都是那個飄窗位 都是用了的了 拍到那邊去的了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洗手間 對啦 洗手間的膠樓標準的 那對外面呢 是有一個飄窗位 那邊就是全身中 那然後它的窗台呢 我可以看到它的窗台位呢 比較大的 那這邊呢 就是一間大的客房 對啦 可以說回來就是 它那個位置的話呢 都是飄窗贈送位來的 那發設商已經將飄窗位 推了出去的了 所以的話呢 這個位置你後期都可以將來 多方面的使用 而且會令房間更加大 那然後呢 這邊是主人房 那主人房的設計的話呢 就是會有一個衣務間的 獨立的衣務間 對啦 那你看看 這邊呢 也是主人房的範圍 空間都夠用的 那然後這邊都會加了這個 衣櫃啦 那當然衣櫃這個 不是膠樓標準的 將來後期的話呢 需要這個 啊 業主呢 後期的這個價錢 可以按照它 用風格的 那然後這邊 看回 這個洗手間 洗手間的話呢 都非常充足的 你看回了 這都是膠樓標準 那你見到這個這麼暗的話呢 就是因為這個不是在燃樓上面的 那將來這邊 如果在燃樓 它的採光性 是非常之強的 你見到窗位呢 是非常之大 好了 OK 那我再上一會呢 我會再跟大家上去 看看我們燃樓上面的實房 那燃樓上面的話呢 就做了兩個示範單位的 一個就是89平方 另外一個就是108平方的 一個純南向的大四方 那面積來說 跟這個面積的話呢 107平方的 是一樣的 但是格局上面會有些不一樣 因為的話呢 這個龍崗 123棟的話呢 它三棟的護營都是一樣的 潮燈都一樣 總共兩梯五火 兩梯五火 27層高 那上面總共有三種護營 一個89護營 一個107 以及這一種的喇叭對撈的護營 OK 那我們現在上去上去看看 OK 那先看看這個108平方的 這個純南向的間隔 一進來的話呢 這裡見到是膠樓標準的 會有一個鞋櫃在這邊 還有一個全身鏡 這邊左手邊就是廚房 到時膠樓也會有一個推拉門在這邊 央型的廚房設計 這邊預留了一個雪櫃位的 這些都是膠樓標準 因為我們現在上來的話 是驗樓來的 這邊有一個露台仔 生活露台 哪些寫意 包括你可以以太后 在這裡買洗衣機 這個位置都沒有問題 現在臨時裝修 它要充足膠樓的石爐 我們來看看廳那邊的情況 我們來廳這邊的情況 這邊就是扮廳 六人位 六人位 這個是一百零百平方的 純南向的護形 這邊的開間的話 都接近有四米的開間 還有這邊的推拉門 也是那個雙層玻璃的 很厚實 因為香港城市公司 它用料方面是比較足的 這邊都是膠樓標準的南竿 然後再看看廳 空間非常大 我們來看看房間的格局 這邊是一個風洞洗手間 也是膠樓標準 包括有馬桶、洗手盆、鏡櫃 還有玻璃的格門 還有花灑 左手邊的話 就是一個佈建為陽彩空間的 這樣的區區書房 包括兒童房、工作房等等 多功能的空間 可以看到它的飄窗位是七字零飄窗的 有助於什麼呢 就是以後你做一個私人定制的 那方面就會比較好些 左手邊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客房 其實前面那邊是有一個飄窗位的 它推了出去 用了 空間也是絕對夠的 這邊也是有一間客房 空間也是非常充足的 而且我看到光線也是很足夠的 現在的房間是沒有開燈的 然後再看看這邊 這邊是主人房的設計 進來的門的話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圓關位 你看到地下、下面 這些都是木地板 都是膠樓標準 踢夾線這些都是 這個就是主人房的套廁 這個將來都是膠樓標準 非常光猛的 而且也有窗 空間也夠冷 這邊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間的話 其實它這裡你見到是沒有飄窗的 發展商的話 已經將這個飄窗幫你搏了 也就是說 其實從這裡開始 是這個飄窗的全增送位 你可以看到這間一米八個床 兩個床頭櫃 加上一個衣櫃都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是108平方的圓形 這個是純南向的108平方圓形 其實它還有一種 就是南北對流的一個圓形 也是108平方的這麼大的尺寸 格局會不一樣 然後它的面積的話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就看看旁邊 旁邊就是一個89平方的 一個三房圓形 一看一看都是這些 膠樓標準的 鞋櫃 值得說的話 到時長 長這邊的膠樓標準 就不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瑜伽室長的 立方290 這邊就是飯廳 飯廳的設計 夠小一家三口使用 我們就看看這個廚房 廚房 雪櫃位 都留給你了 將來有拘拉門 你看到上面這些 這些櫃啊 抽櫃啊 全部都是膠樓標準的 包括三件套 三件套哪些呢 就是抽油煙機 造台 還有這邊的 超重點貴 都是膠樓標準的 你看到這些 這個攝影面的造面 都是一樣的 膠樓標準 這邊就是一個露台 這個露台的話 就可以放一個洗衣機 也是兩個露台的 比如說做兩個露台 公單來說 都非常不錯 我們可以看看這邊的客廳 客廳的話 其實是不會壓迫的 89平方 至少我坐在這個位置 對著的 這邊的電視場的話 是一定的空間 對一家三口 沒有問題的 我們看看這件 這個鋁合金的拖門 用了幾足架的 對 將來這邊的話 都是膠樓標準 我們看看這邊的外景 外景是怎樣呢 其實 這邊的話 其實對面這邊 已經是另外一個樓盤 來的了 這邊的話 是很近海邊的 是的 海邊的話 我們現在走出去 從這個門口 這裡已經是正門 正門這邊走出去 左邊大概是三分鐘 你走出去就到海邊 就是今晚程旅路 非常之近 現在我們看看房間的 裡面 動靜分區 右手邊的話 會有一個 對 這邊 右手邊呢 會有一個洗手間 看看洗手間 都是膠樓標準的 然後 旁邊就會有一間小房 做書房 或者兒童房 都沒有問題的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飄窗位 這個示範單位 做了 將這個飄窗位 用起來 就是這樣去用 一個私人的定制 當然將來這裡不是這樣的 膠樓標準 膠樓標準 是一個七字型的飄窗位 對面的話 就是有一間客房 89平方 這間客房 客房也用了外面的飄窗位 你看到 對 所以也拍攝 這樣 這樣 將你房間的空間 用得非常之大 因為89平方的話 它做到三房兩個廁所 所以在空間上面 真的用得很足 比如說 你看到也沒有門對門 這間是主人房 對 主人房 洗手間 到時將來交樓會有門 現在示範單位沒有做到門 這間就是主人房的空間 隔離太班 主人房的話 到時交樓也是這些 鋁合間的窗 還有這個 對下來的 這個就是飄窗位 全站送的 這個面積是送給你的 空間是非常足夠的 89平方的話 做到三房兩位 我覺得它實力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關注我們 WhatsApp給我們 我們會把更加詳細的資料 發給你 好 我們這期就是到這裏 如果對這個樓盤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追蹤我們 還有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你有興趣這個樓盤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私人WhatsApp 我們會馬上專人幫你跟進 這期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